好 我想應該是最後一節啦 大概快要結束了 那在結束之前呢 我就分享一下 這一次也算閉關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更能夠回到我的本能 本能就是就像你夾筷子拿東西一樣 這就是你的本能嘛 那它沒有消失 沒有消失的原因是因為 就像你拿筷子一樣 你睡個覺起來應該它也不會消失 那那為什麼要閉關呢 那閉關的意思就是 你忘掉了一些知節所遂的細節 那這些細節其實它並不代表 因為你不常用嘛 所以它常常會跳出你的畫面來干擾你 那一干擾的結果呢 就會讓你的作品呢 它會走到形狀的追求 而不再是你追求你的觀念跟想法 或者你要表達的東西 那假如追尋去追求形狀的時候呢 會產生什麼事呢 會產生你只是在複製一樣東西 複製一樣東西呢 也沒什麼不好 當然通常印刷廠就在做這些事情 你要印幾千份它都會可以幫你印字出來 而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東西是 世界獨一無二的 你所產出的是全世界只有一件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交給印刷廠 把自己變成印刷廠 那它大概就是印刷廠 那我現在把這個部分的草呢 短短的讓它跳出去到黑黑的背景 但是又不能太白 像這個剛剛那個太白的 我就待會兒要來再修正 那這些草呢也不能太長 太長就把這個距離又拉短了 所以你壓下去的時候呢 那不要壓太用力 輕輕的 這個久了當然會 會有點生疏 可是其實還好啦 就是你多玩幾次你就 就跟拿筷子一樣嘛 你就又回來了 好 這個是吊殼 做 做完以後你就把底部的這個地方 把它跟背景融合在一起 好 這條線 然後 把暗面加的更暗 加 Ultramarine 加 Terracerate 一樣好 那把你的觀念放進去 那要灰一點 因為它比較遠 好 第二捆 你遠遠看還是看得到 第二捆 好 那我們再來把它的左邊呢 的色彩 加上一點白 我們把它 雕刻出這個草地 好 這個草地要有一點延伸 好 這個草就更清楚了 好 好 我想 還幾分鐘吧 喔 還有16分鐘 好 還有 這麼多嗎 喔 還有16分鐘 好 我可能會 我現在做好了 我現在把這個的 細氧的部分 我把它 它已經 顏料已經沉澱了 好 那我開始來做一些 局部的 Edge的調整 比如說像這個樹林中間 它就不應該有筆觸 因為它是暗面 所以你可以把筆觸 磨掉 Blending OK 好 磨掉以後呢 這個 這個三你就會看到 只有邊緣 因為中間的那個筆觸 被我拿掉了 那剩下的邊緣 就像遠方的樹一樣 OK 好 再來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一個 繞圓圈的一個雲 如果說這個 每一筆都很僵硬 都變直線 所以 我把筆擦乾淨以後呢 我就開始繞圓圈 所以 我把筆擦乾淨以後呢 所以我把筆擦乾淨以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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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開始繞圓圈 我就開始繞圈圈 可以想到這個發明 可以讓顏料 不會因為 你瞬間調下去 它就 它就混在一起 所以你就會看到 我們比如說我們膚色啦 白底透紅啦 我們在講青筋暴露啊 我們這個很生氣的時候啊 那就是臉上會透出綠色的筋啊 那這些就是需要 我們那種畫布來處理 所以你看以前有一個叫Lubens 他們的 從那個年代開始 他們就發現了這個道理 哦原來 畫布有這個好處喔 你可以 顯現出 某些東西 它特別的味道 它不會因為色彩你放到 然後 一旦放到一個平面裡面呢 它就繳迫在一起 這種平面包括是以前的畫布啦 或者是調色盤 那放在調色盤它就 你要它變綠了 它藍黃它就綠了 藍紅它就變紫了 那你說可不可以藍裡透紅呢 啊就很難 可不可以黃裡透紅呢 啊也很難 那問題是我們的像 像後來你會看到 Lubens 的胡渣 它是黃皮膚裡面透出綠色的胡渣根 那怎麼來的 那就是黃再透一點綠 那黃加綠不就還是綠嗎 如果他沒有畫布的這一種孔 來暫存Parkin這個顏色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去表達了 所以這個那個時代呢 就有這麼偉大的畫家 他們就發現了哇 其實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讓你兩個顏色分離的 就不一定你一定是照著色彩學 混上去 那這樣的話就永遠是 只有一個secondary color secondary就是次級色啦 我們次級色就是說 我們原色是三原色嘛 紅黃藍 那次級色呢 次級色就是紅黃韌兩 紅黃藍韌兩色去調出來的 韌兩色就是紅黃橘色 诸如此类 那这样的话色彩就显然会 当然它会到最后会六万多色 可是你要有一个我们叫做 画法是变魔术 如果你要变一个魔术 说是白里头红 比如说白雪公主的肤色 那就有点难度了 因为你怎么调都是叫粉红色 不会是白里头红 我们把这个白雕刻出去云朵 你看我的笔是用转笔的 所以这种光运呢 哎呀有点脏 你看这个笔只要一点点脏 你都看得出来 因为放在一个纯白色的画布上 纯白色的颜料 纯白色的画布 它应该是这种感觉 这个叫手禅 拉出去的 连要拉出去的线都拉不止 那这个另外一边也可以拉出去 这个在拉的过程 你要手放轻松 沾满颜料 沾满颜料 像这样 我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其他事 好没有 好 比如说上面 放上去 然后呢你把它转笔 转笔的话呢 你的笔触就没有固定 就像云一样 云是没有固定形状的嘛 那云彩的边缘呢 也没有固定形状 你把它转笔 哇 这样 希望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画 你都能画出这种赞叹的声音 哇 这样 好了 这下子 我想时间真的非常非常接近 剩四分钟 抱歉了 有一节 因为我换了一个iPhone 那满了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傻傻的一直在讲 那个算自怨自愈了 那一段没了 不过无所谓 影片我们持续拍下去 那如果你想 有系统的学习一样东西 你不是让一个老师牵着你的手 抓着你的手 抓着你的笔去画 而是要open你的想法 然后去看一些影片 你可以挑你要看的影片 然后你用YouTube的方式也可以 用任何一个方式都可以 你把它集成你的清单 如果你不会装成清单 你就去请教别人 你那个清单里面 就是你要看的影片 比如说五十部七十部 每天不断的看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看到你自己有了一个观念 那个观念就是你的 你要成为一个创作的人 绝对不是复制别人的观念 绝对没有办法 什么所谓联盟没有 你看国外的成就的画家 没有一个他还记得他老师是谁 他可能有所谓启蒙 可是没有一个说 他一定是超越他的老师 所以他的老师可能是百位以上 因此你必须综合起来 成为你的kernel 你的核心 根据你的核心 再逐步的去发展你要的东西 这样你就有你的style 有你的风格 有你的辨识度 好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回再见